要说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在印度做生意肯定能算上一个 印度我是去过几次 也认识不少朋友 怀揣着创业奋斗的决心 依然决然的奔赴印度 那么这一个据说是下一个中国的国度 去了之后很多人才发现 在印度做生意谈何容易 很多做小生意的朋友 我在这里就不多举例介绍了 包括像做装修的呀 做维修的呀 做餐饮的呀 那么这样的呢 我们称之为做小生意 那么也是辛辛苦苦的维系着 在印度的一些自己的小生意 那么我们看看过去这几年 就几个主要的赴印度进行投资 设成发展的大企业来说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印度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所搬出来的各种限制措施 针对性极强 出尔反尔的事情可以说是 接二连三的发生 印度现在瞄准中国科技企业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讲古德 莫迪政府不断强调 希望能打造印度制造的科技强国们 难道就是要通过科技产业的 保护主义政策来实现吗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印度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是如何的出尔反尔 如何的做了一个诱饵 使很多的中国企业 奔赴印度进行投资 而现在这些企业 似乎时时刻刻都要被印度拿出来 抽几下 被印度拿起来 敲诈几下 罚款 然后呢 调查 然后呢 扣你的物品 扣你的企业账户的资金等等 过去这几年呢 我们看了太多这方面的报道 这方面的例子 也是时候该回顾一下 中国科技企业在印度的发展 以及印度这个国家 自身的所谓科技强国们 我看呢 在保护主义的政策之下呢 如此这般的强国们 恐怕已经离闷碎不远 我们看到印度对中国科技产品 针对性的一系列做法 对印度的科技产业发展 那么可以说是最终 真的是有利吗 我看坏处反而会更多 2014年 当时的印度政府呢 曾经是信誓旦旦的表示 印度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印度有众多的人口 印度有非常好的 这个发展的政策等等 那说了好话说尽 欢迎更多的中国公司 到印度去投资 设厂发展 各种招商引资 各种条件 承诺是来了这个一箩筐 当时的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公开表态 要让印度变成一个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似乎呢和中国的一家科技巨头 所谓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倒是有那么几分的相似 但是现如今仅仅过去了几年的时间 印度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 从2020年 我们都众所周知的中印边境冲突 事实上呢 从那时开始 印度就加大了 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力度 2020年的4月份 印度大型电子制造业的 生产挂钩奖励计划 这样一份政府主导的文件 正式颁布 文件当中包含了很多 印度本土的科技公司 那当然包括了手机厂商 以及零部件厂商 科技供应链当中的上下游公司等等 也包括国际性的科技品牌 三星 苹果这些公司 但是呢 在印度占据非常高市场份额的 中国手机公司 却一家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 我想呢 印度可能也发现 中国手机的竞争力非常之强 中国的科技产品呢 也非常受印度消费者的欢迎 可是越是如此呢 印度相关的政策文件 就越是把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品牌 中国的科技产品呢 排除在外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 印度当时还颁布了一个叫做 它的外国直接投资新的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呢 我们通常称之为FDI 那么这样一个新的外国投资政策呢 它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 在投资印度之前 必须经过印度的审查 政策听起来是一视同仁 但看看地图也就知道 和印度接壤的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包括尼泊尔 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孟加拉伯等等 还有一些小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本身的话 除了中国 就有哪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科技实力 资金实力 基础设施 这个建设的实力 各种各样的实力 去印度投资呢 实际上 印度的这个政策本身 与其说是针对邻国的投资政策 不如说是针对中国的投资政策 极其不友好 那么这项政策的负面影响 现如今已经慢慢显露出来 从政策颁布到今年的6月份呢 那么当时中国企业一共提交了382项的申请 通过印度批准的只有80项 看起来印度政府好像非常的不需要资金 不需要投资 不需要科技企业 看起来印度政府非常的不需要来自中国的这一些发展项目 那么382项的投资申请只通过80项 那现如今呢我们也看到印度针对该项这个FDI 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呢 那么它倾向性越来越明显 针对中国的打压呢就越来越清楚 2020年的6月起呢 印度以对印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构成威胁为理由 一次性的包括中国众多的APP 一次性是300多个 那么全部进行分禁 可以说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年轻人喜欢的 在印度市场占有率高的APP 基本被印度给分了个边 基本全分了 管你这个印度老百姓喜欢不喜欢 管你呢消费者有多少 管你呢过去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花了多少的投资的经费 管你过去在印度投资的时候 当时印度的招商引资说的多么天花烂坠 可是现如今呢 印度说分就把你都分了 而同时呢 印度针对中国的硬件企业 比如说像微博小米华为等等这些高科技公司呢 也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击性的这个针对性的检查 所谓的检查呢 实际上就是呢 没毛病也给你找点毛病出来 我们知道像这些企业呢 都是国际性的品牌 在世界很多个国家经营 那么他们所聘用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什么各种咨询机构 都是当地 应该说在国际上非常有声望的 你说他们去偷税漏税 这个赚你一点税收什么之类的 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说呢 印度反正找个理由就调查你 其实就是通过这些不正当的途径 排斥你 让你在这里的生意呢 不好做 让你呢 至难而退 到如今呢 印度针对中国在印度的企业 已经超过500多家企业 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行为 一位在印度做安检业务的中国公司 曾经对媒体表示呢 即便是印度的税务稽查等等 这些负责企业管理的部门呢 根本就查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呢 乖乖交上保护费 对吧 甭管你交不交 反正呢 你如果不交 我就查到更狠 我就隔三差五的来查 你说你做生意嘛 人家说这个 至少有一个好的环境 不然整天都是 税务局的政府的人 在你公司里面赚 你说这生意还咋做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反正你就是交钱 安抚一下 这个钱呢 总是得花 那么这个呢 作为一个生意人呢 这个营商环境呢 就太糟糕了 可以说 现如今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呢 整个的发展 不要说发展啊 即便是生存 也都是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但是就在几年之前呢 印度当时还在敲锣打鼓的 欢迎中国企业 从过去的那种蜜月期 转向到一个冰河期 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关键在于印度的领导人莫迪 2015年的5月份 莫迪刚刚上任印度总理一年 他最为看重的 就是要去发展印度的经济 其实呢 印度是发展中国家 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印度的贫困人口非常之多 那么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最知道一个 相对落后的国家 经过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如何慢慢的往上爬升 包括如何从过去的 建这个水坝 水力发电 建这个电网 这个有线电视网 包括呢到后来 修高速公路 修高铁 修各种5G 4G 这些通信的设施 包括现如今中国所具备的 这个更先进的 包括国际领先的 核能发电设施等等 实际上 这都是一步一步一步 往上发展的 那中国这个发展的经验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记了一下的东西 实际上是印度极其需要的 所以呢 印度当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莫迪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发展经济 和中国在这方面呢 是高度的匹配 于是乎莫迪呼吁 要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 甚至因此还婉拒了 美日两国当时关于 军事合作方面的协议 为了发展印度的经济 莫迪提出所谓印度制造的概念 这一点呢 和曾经的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呢 实际上也是高度的雷同 莫迪是希望将制造业 在印度的总的GDP的比重 从当时的15% 要提高到25% 并且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 超过1200万的年轻人 创造就业机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本人呢 就去过印度几次 印度的基础设施呢 可以说呢 用一句诙谐的说法 叫做让人醉了 印度缺电 缺路 缺水 反正什么都缺 你基本上 它的工业底子呢 是非常的薄弱 它的物流情况 那个交通堵塞的情况 反正呢 这个马路上呢 有那种三轮车 有汽车 有货车 有牛车 反正就是大家都挤在一起 就是这样 由于人多 所以自然呢 交通拥挤情况非常严重 也不像咱们的在这个交通枢纽地端呢 都有高架桥啊 什么一层两层三层的 它呢 这个基建的情况呢 没那么乐观 更何况 三反五次三天两头的停电 水力也不足 反正呢 这些确确实实 是印度发展工业 所面临的一个 一系列的基础设施 薄弱的问题 所以印度要想快速提升 它的制造业的权重 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呢 那么可以说 对印度来说呢 基础设施问题不解决呢 它几乎就是一件 不可能完全的任务 所以说呢 要想打铁呢 自身还得硬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印度它需要借助一个 拥有完备供应链体系 拥有充足的人才储备 拥有成熟的基础设施 建设技术的外部投资者 那么这个投资者呢 显然最好的选择 在当下就是中国 而且在过去 我前面说了 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拿到了印度去 马上就可以用得上 但是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以一种 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看呢 实际上当时 有些企业呢 去了印度 去做生意呢 真的是 当时是怀态着梦想 后来看呢 真的是当了冤大头 你说当年 我们举例子 日本在印度建高铁 日本当时的领导人 安倍 对吧 他和莫迪 关系特别好 于是乎呢 印度的高铁 选择了让日本来建 这个日本当时特别开心 觉得印度呢 是一个在战略上 必须争取的对象 所以给出各种优惠贷款 各种条件 然后拿下了这个订单 然后呢就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那个地呢 有没有增上来 印度人就开始给你 三番五次 三天两头 这个反正给你谈各种条件 搞得呢 你是反不胜反 所以整个项目呢 也难以推进 这就是在印度 做生意的实际情况 那么当时呢 是看来看去 中国作为一个 非常合适的投资者呢 那么就到了印度去 印度也开启了很多场的 面对中国的 招商引资的活动 莫迪总理曾经公开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 是值得印度学习的对象 中国大档资本 正是印度最为看重的 外部资源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FDI 大家都在投资 我欢迎 2015年的5月份 印度总理莫迪 首次访华 在与中印两国企业高管 这个会面的时候呢 莫迪特意介绍了 印度制造 然后干脆职员不讳的表示 非常迫切的希望发展那些 中国十分强大的行业 需要这个中国的参与 在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呢 成果很快就涌现了出来 过去的八年间 中国手机品牌 维吾已经为大约 140万名的印度人 创造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 并且对160万名的印度人的生活 产生社会经济的正面影响和促进 在微博走进印度之时呢 我们都知道 小米公司也开始在印度的布局 2014年小米进入印度 第二年就拉来了富士康 在印度投资35亿美元建立生产线 为什么呀 小米就是要在印度 大干特干一场 对吧 那么既然你印度政府也欢迎 我小米有产品有技术有各种 我有我上下有的供应链 我有人才什么都有 印度呢 当然他人口多 有市场 对不对 所以呢 一排即合开干 把资源都往印度调度 反正呢 就死命的往里砸 那么截至当下呢 小米在印度已经拥有 七家制造工厂 四分之三的手机零不间 做到了本土化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脏活苦活累活 都给你干完了 这就是铺垫 那么在印度销售的小米手机之中 99%都已经实现了 印度的本土化生产 难道这不正是 当年莫迪总理所需要的叫做印度制造吗 我们说从微博到小米到华为 那么称他们为印度精密电子工业立下过汉马功劳这样的说法实际并不为过 中国的基建大军也陆续开往印度 在印度希望能够在铁路啊 电力啊 能源啊 到处都希望能够为印度的发展呢 做出中国的一些这个中国方案 中国贡献等等 当然了 你不可能都免费对吧 大家做生意买 一个愿意买 一个愿意卖 一个需要买 一个需要卖 大家呢 叫做合作 共赢 合气 生财 对不对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 我们还看到 当时的三一重工更是在2016年做出决定 每年要向印度呢 投资10亿美元 这只是一家企业承诺每年投资10亿美元 啊 这个投资额度还是非常大的 当时的中国企业和有美国拓荒时期的味道 印度简直是遍地黄金 中印两国媒体更是将所谓龙象共舞 捧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呢 说这些事情呢 都已经巨王仪 都已经成为过去 所谓好景不长 印度很快就有了二星 所谓的二星呢 就是从一个名叫做 分阶段制造计划的政策开始 那么这里面呢 双重因素的影响 一是外部因素 美国等其他国家 一定要把印度和中国之间 把那里拆散 所以制造各种各样的事件 在其中产生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 印度内部的很多财团开始游说 通过内部的政治力量 让印度政府呢 对吧 去通过民族主义民粹的方式 要搞印度的绝对的 所谓印度制造 什么叫绝对的 必须都是我印度控制的 必须都是我印度的品牌 所有的都是我印度的 那个才叫做印度制造 于是乎呢 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之下 印度呢 颁布了一个新的政策 叫做分阶段制造计划 这是一个续谋已久的计划 从2016年开始呢 印度政府连续五年的时间 针对不同手机零部件上调关税 最高税率达到20% 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说关税表面上看是税率的问题 实际上看就是一个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 因为你关税上调了 其他国家的商品制造的零部件 出口到印度去呢 就要交很多的税 那么怎么办呀 就要印度本土的一些工厂 在印度自己的这些组装厂呢 它就可以以这个更低的价格 获得它的竞争力 你想最高税率20% 什么样的产品能有20%的利润空间呢 是不是 所以当时的中资企业呢 在印度就去建组装厂 可是大部分的零部件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呀 那么你这样印度 对吧 你这个不讲武德 你关税已提高 整个进口零部件的成本 就会大大的提升 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呢 本来就是中低端机为主的 中低端手机 它价格就很便宜 它利润本来就很薄 你说能有20%的利润空间吗 我想呢 很多可能都根本就没有 所以你只要生产成本一上升 你立刻就会掉到云亏线之下 天下哪有做亏本的买卖呢 是不是 这显然就是让很多在中国早期 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些企业呢 面临第一个难题 那么这就让很多的中资的手机厂商 将生产的零部件工厂呢 逐步迁移到印度进行本土化的生产 这也是印度所下下的低不起 看起来呢 是得逞 那么印度用这一招 拿到了最想要的 所谓制造业组装工厂的上下游供应链 印度的电子工业它的配套因此呢 就得到快速的发展 从整机的装备生产到原器件 印度的电子产业获得了一次很大的发展 根据印度手机和电子产业协会 ICEA的数据显示呢 从2015年到2019年 印度国内电子产业产值翻了一倍有余 那么这个背后大部分靠的就是 中国电子厂商的贡献 到了2020年 印度的分阶段制造计划 又换了一个新玩法 生产关联激励计划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玩法里面呢 印度当局表示要投入260亿美元 支持14个关键行业的生产 那么他把这14个关键行业呢 就列了出来实际上和咱们中国 现在在搞的中国制造20255 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 中国的这个高端制造呢 极其类似 哪14个行业呢 包括半导体行业 对吧 咱们中国现在这个心心念念的 就想解决半导体抢脖子的问题 就是芯片的问题 另外呢 光伏行业 中国的这个光伏产业呢 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 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外电子装配 这就不用讲了 前面讲这么多 这一样行业 中国也在大力发展 医疗器械 汽车 电动汽车等等 很多行业实际上和中国之间呢 都是直接看齐 那么印度呢 想要在印度本土来制造 扶持所谓印度本土冠军 什么叫本土冠军呀 就是你外来的和尚 你再会念经 哥我不需要 我只要我自己的 我们知道呢 印度是有很多财团的 对吧 印度呢 汽车有汽车财团 印度的首富 那么手握众多的资源 他只要学会一点点东西呢 他马上就会游说政府 他的这个 这个影响力非常之大 都是那种家族 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所以说 马上呢 他就要通过保护主义的政策 来扶持自己的 所谓 绝对本土化企业 而同时呢 在此情况之下呢 印度所进行的这一波的操作 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 他的这个用心良苦 当然我这个呢 是带有一点粉刺 就是他背后的这些心思 那么印度呢 他既然有了自己制造业的一些底子 那么干脆呢 就完全来扶持自己人 而我目前我个人的判断呢 是操之过急 实际上大概只学了个提毛 那么第二个心思呢 就是印度呢 他这个主要呢 是要看到了未来长期的发展 过去呢 说美国创造 中国制造 印度呢 想实现自己的印度制造 在印度制造 还没有把事情做利索 做好之前呢 他马上又要向印度高端制造 印度精密制造来迈进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印度这几个心思呢 实际上是操之过急 因为我认为 他反映出了印度的危机感 焦虑感 以及紧迫感 但是呢 在做事的节奏上呢 有点过于的这个 过于的这个提前 我们用中国的成语呢 叫做八秒助长 八秒助长是怎么回事呀 你本来还没有长那么快 你给他吃点肥 让他长快一点 弄点 浇点水是可以的 但是你把他连根拔起呢 现如今看来呢 恐怕印度是难以承担 这样的一个所谓锻炼的结果 它其实就是一个 通过税收和保护主义的政策 来实现和主要市场 主要供应链之间的脱钩 那么应该说 印度实际上 现如今的现实处境 它是很难离开中国制造的 这是一个国际现实 比如说 中国制造的玩具 占据了印度90%的市场 中国制造的自行车 占据印度58%的市场 比如说 中国的纺织品 占据了印度市场35% 在印度的智能手机领域 中国企业更是 己无敌手 小米 Realme Vivo OPPO等等 一共占据印度64%的 智能式手机市场 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机品牌 根本就是被 归入到其他这一类之中 根本就是市场份额 不值一提 或者说占据比较小 在这些政策的背景之下 还掺杂了一连串 印度见份插针 边走边看的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2017年 美国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特朗普上任 然后特朗普就对中国 发动了各种贸易战 贸易关税等等 那么这些事情本身 我们现在也都看了很多 对吧 过去几年 我们讨论也很多 到了2019年的时候 有一部分的行业评估数据 就指出 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影响 至少已经有200家的中国企业 外企考虑 它的一部分产能 或者全部的产能转移到印度等其他国家 真是这一个重大的转变 让印度看到了希望 2019年的10月20号 印度的财政部长 蒂塔拉曼 在世界银行年会上表示 要确定哪些跨国公司正在离开 或考虑离开中国 要与这些公司展开 直接的接触 尽可能游说这些公司去印度 那么也就是说 公然开始挖角 2020年的4月份 印度就雷厉分行 主动联系千余家的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放出优惠政策 吸引这些企业 到印度投资设斡 随后的一个月 印度军方突然两次越线 进入中国领土 将印度的民族情绪引燃 而同一个月份 莫迪正式提出所谓自立更生的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显示 印度政府部门在未来五年内 要提供4000亿卢比的财政支持 用于刺激印度电子制造业的发展 2020年的8月份 开凤开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成 又是一个月之后 班公胡的枪声响起 军事经济两条线并行 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印度开始对中国企业 就特别是中国的科技企业 百般刁难 频频施压 2020年的12月15号 印度信息通信技术部部长 普拉萨德就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上表示 他的目标是让印度在手机制造领域 超越中国 那么可以说 这就是莫迪政府科技强国们的野心之所在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印度这个闷比天高 对吧 恐怕这个强国闷 闷碎时刻也是闷醒时分 那么当时他还表示 印度政府要集中精力 让印度成为全球电子高科技制造业中心 印度未来五年的目标 是要年产十亿部手机 五千万台智能电视 五千万台笔记本电脑 频繁电脑等等 那么这些呢 听到这些数字本身呢 也让我们感觉到 印度确实怀揣着天大的梦想 印度媒体的口分也随之改变 认为 中国不再是值得印度学习的对象 甚至呢 认为中国在印度投资只是赚了印度人的钱 中国呢 是印度需要提防的对手 等等 什么样的说法都出来了 感觉呢 马上就要全面 超越中国了 全面 甚至呢 赶超美国了 那么现如今呢 我们看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呢 印度的这个高科技市场呢 似乎专门针对中国企业陆续关上大门 2022年的8月8号 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 印度打发限制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生产商 出售价格在12000卢物比 也就是1026元人民币 150美元以下的设备 那么用于推动印度国产手机产业的发展 这不是明摆着一个不公平竞争及贸易保护措施吗 对不对 中国手机本来就是以性价比注称 你现在1000多元人民币的手机呢 这个禁止中国品牌 只允许印度品牌 这显然还是延续我们前面的逻辑 就是玩这一手 把你用政策把你排挤出市场 不仅如此呢 印度的手甚至呢 升向了更多的中国制造 这个很多这个企业 2021年的10月份 印度交通和运输部长 加德卡里在一场活动中说 特斯拉要想拥有印度市场 就必须在印度建厂来生产 避免在印度销售中国制造 并将印度制造的特斯拉 向全世界出口等等 而且他当时为了彰显他的 这个说法有说服力呢 他还承诺印度政府 就向特斯拉保证 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并保证特斯拉 在印度制造的成本 将比中国还要低 而且还公开宣称 无论想要什么支持 印度政府都有求必应 看起来这个戏码本身呢 实际上和当年啊 让中国的企业去印度投资设厂呢 似乎如出一辙 印度靠这么一种过河拆桥的戏码 难道就能实现印度的宏图大业吗 你们知道在印度方面这样的说法 邀请特斯拉之后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是怎么说的吗 说如果你不让中国制造的特斯拉 去印度这个销售的话 那么印度的人民将 这个永远开不到特斯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制造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对吧 出口到印度 如果印度不允许 是不是 那么我特斯拉就不卖 等等 这个事情本身呢 当然也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校正 双方之间呢 彼此之间的这个打嘴炮 我们说呢 让印度制造替代中国制造 让印度资本替代中国资本 让全球产业链当中的 过去的这个 所形成多年的 全球化的制造业格局 变成一个以印度制造为核心的新格局 这是印度所期待的 这是印度梦想能够达成的 但真的能够达成这些吗 面对印度政府的打压 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失去了耐心 而且呢 不愿意再继续的 如此受到印度政府的不公平对待 有些企业干脆直接选择撤资 那么就在7月份 我们看到 在荣耀的产品发布会之后 荣耀CEO赵明 公布了撤出印度市场的决定 荣耀几年前就在印度 有自己的团队 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荣耀印度团队就撤了 那么当前呢 荣耀在印度仍然有一些合作伙伴 并且开启了相关的业务 同时印度市场保持一些 目前的销售 但是并没有呢 继续加大投资 或者说像过去那么样的 一个大的固局 那么未来呢 荣耀方面表示会采取 更为稳妥的方式 在印度市场开展业务 什么意思呀 这个你不欢迎 那么咱们呢就慢慢来吧 也不着急 对吧 干脆呢 投资呢有风险 咱要么就不投资或少投资 那么这个话呢 说的呢很客气 但是言外之意就很明白 那么这个印度呢 已经不是一个投资 营商环境非常好的 一个地方 那么同时 这也是一次无奈之举 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打压 已经导致一些中国企业 选择离开印度 或是降低暂缓相关的 投资和扩张计划 数据当然不会骗人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 2021年中国企业 对印度 被金融类直接投资 同比下降近七成 仅有6,318万美元 而事实上 印度的营商环境之差 印度的态度之反复 那么印度产业政策 之出尔反尔 在历史上 也都是有悠久的传统 早在2008年 微软就被印度税务部门 罚款2013年诺基亚 因税务问题 与印度政府闹得不可开交 另外其他一些公司 什么IBM 沃尔玛等等 很多公司 都和印度政府当局 是纠纷不断 其中最惨的 当属欧洲最大的 移动电话运营商 英国的沃达芬 从2007年 沃达芬在印度产生 税务纠纷官司之后 从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 达到国际仲裁庭 直到2020年的9月25号 13年时间过去 才以沃达芬的胜利而告终 根据世界银行 2020年发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印度的营商环境 只有63名 特斯拉这种直性子的企业 明里按理都表示 出了一个态度 那就是非常不愿意 去印度进行投资设长 如今的印度 拥有着14亿的人口 数字上 当然已经是超越中国 至少接近中国的人口数字 那具体也有不同的说法 而且近三分之二的印度的人口 是适临劳动人口 也是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 可以想象 这其中有着何等巨大的人口红利 而同时 随着莫迪上任之后 印度GDP飞速提升 增速最高之时 一度达到10% 虽然现在GDP增速下滑 甚至衰退 但是考虑到疫情的影响 也是轻有可原 总体来说 印度人的消费能力 也在慢慢的提升 比如在全球 许多地区手机出货量 放缓的时候 印度手机市场 仍然保持着增长的市场 这样的一个市场 自然能够吸引到 大量的外资和企业的兴趣 从这一点上来看 印度确实和中国早年的发展 有所相近 印度制造也有成为新格局之中 得到一定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印度制造仍然面临着 很多不可逾越的现实困难 从短期来看 它无论是资源禀赋 供应链体系 制造业能类 对吧 或者是它的人力资源 都很难称得起一个 制造业强国的框架 这些各种的短板非常明显 比如说 印度的矿产种类虽然丰富 但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 比如说原油 冶金 煤等等 印度探明的原油储量是46亿桶 差不多是中国的六分之一 印度的冶金煤土量是337亿吨 仅为中国的3% 原油和煤 即是能源又是原料 没有这些资源作为保障 那么重工业就是被先天的限制 再比如说土地 由于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 政府没有统一的掌控土地的权限 也没有做大片的土地规划 所以如果企业要建设工厂 就要迈过很多的障碍 但是哪一个现代工厂 不需要搭建的土地呢 再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里 花了大力气搭建起自己的电网 公路网络 高铁网络 才有了今天非常充足的电力供应 物流网络 那么这些恰恰又是印度所不具备的 再比如人力资源 印度有一条令人无语的法律规定 一旦企业雇佣一百个人 他们的解雇就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 否则呢 你还无法解雇 而一旦雇佣时间超过两百四十天 解雇员工就必须支付遣散费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 百分之九十的印度公司 其实都是小工厂小作坊 那么制造业的崛起 需要的恰恰是规模化 如果这些小作坊小企业里的 印度员工能够发奋图强 也未必不能够创造出印度制造的一些发展机会 但是偏偏施以愿违的就是 印度人只要够吃够喝就可以了 既没有那么强的物质欲望 也没有那么努力奋斗的精神 我们早年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崛起曾经有句话叫做 印度人在恒河边里等来生的时候 中国人在指针招心 而从长远来看呢 他对制造业的发展和规划 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之中 中低端产业还没有完善 却正在赶走帮助自己 早期打下汗马功劳的企业和人 那么高端制造业呢也没有成型 外资却已经不愿意把产业链迁入印度 对于一个后发的国家而言 每一次在营商环境和开放态度上的波动 都意味着整个产业链体系的一次 大的震荡甚至是倒退 更何况是印度这种过河拆桥式的大倒退 在过去的一年间 外国投资者已经从印度股市撤出320亿美元 创下历史记录 尤其是今年3月 仅一周就撤出30亿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的单州外资撤出记录 这个数字已经超出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规模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正是各国投资者对印度营商环境的担忧 归根结底 印度的制造业大国们 不能单靠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号 不能靠不将商业道德的过河拆桥 更不能靠把外资当牛当马 对吧 养肥了就杀 我们说呢 印度这样的国家保护主义行为 不仅对于中国企业 对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企业 也是难以在印度呢 发展壮大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看到日本和印度之间 前面说的合作的高铁 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想印度这一系列的骚操作 是无法承载印度总理莫迪的 科技强国们的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视频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